克里夫和爱尔莎本来是基因工程界的一对夫妻,也是可以称得上是天王巨星级的学者,他们几乎每天忙于事业,忙于为伟大的科学而现身。 当然,与此同时,他们也收获了无上的荣誉以科学界的许多奖项,他们当然也发明了数以千计的高端科技产品,他们夫妻俩头顶更顶着无上的光环。 而更为特别的是,克里夫和爱尔莎夫妇尤其擅长,例如基因融合和基因杂交方面的研究与探索。 而在一般情况下,由基因杂交而诞生的物种有着更高的智慧,更强的身体机能。 对于这两个科学家而言,经由他们的双手创造出来的生物就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样充满了未知和诱惑。 这两位野心勃勃的科学家,爱尔莎和克里夫,他们正在进行一项震惊世界的秘密实验, 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DNA进行杂交混合,生成一个新的胚胎,而这个胚胎生长得非常之快。 直到有一天,装胚胎的机器出了问题,女主和男主赶紧进行处理。 由于仓内压力过大,新物种随时都会死亡。 情急之下,女主把手伸进了仓内,但是手被牢牢吸住,男主情急之下把玻璃打烂,把子宫割破,一个新的物种就这样出来了。 而这个新的物种长得非常之快,它的一天对我们来说只是几分钟。 而这个新的物种特别喜欢吃含糖量特别高的食物,最终就这样制造出一种诡异的半人半瘦女混血儿。 它们成功地制造出了圈儿,一种有着镊齿木动物特征,但又长着巨大双眼,长尾巴和细胳膊的怪物,而且它还会发出鸟类的叫声。 从整体看来,圈儿并不像是人类,而像是一只暴龙,但是单从长相上说的话,圈儿看起来长得很漂亮。 期间,克里夫害怕这个生物会造成危害,他决定杀死它。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阿尔莎却使用自己做母亲的天性和德伦与圈儿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 随着圈儿以指数方式超速成长,她开始长成一个漂亮的姑娘。 当她性成熟的时候,圈儿看起来更像一个人类了,她不会说话,但是阿尔莎教会了她如何阅读和拼写,同时还教会她如何理解别人的语言。 但是这个怪异的三口之家一点也不幸福,一方面,克里夫和阿尔莎要向外界守口如瓶,另一方面,圈儿的存在让他们的关系到达了界点。 但是,当圈儿成年后,麻烦是接种而至。 克里夫和阿尔莎发现圈儿是一个充满好奇的生物,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 虽然看起来像人,但圈儿仍是一个难以定义的物种,她情绪难以琢磨,并且常暴躁残忍。 有一天,圈儿和男主女主吵架非常生气地从屋顶的玻璃处逃了出去,男主和女主赶紧爬上屋顶。 见圈儿要从屋顶摔下去的时候,手臂处竟不可思议地长出了翅膀。 在圈儿要飞走的时候,男主感动了她,撩了下来。 后来身为女性的圈儿对男主有了感情,而男主为了让不开心的圈儿高兴起来,播放了唱片要叫她跳舞。 而且圈儿也显得非常开心的样子。 在男主与圈儿跳双人舞的时候,竟然情不自禁地被圈儿给吸引住了。 后来男主清醒过来的时候,她离开了木屋回到家中。 冷静下来的男主觉得圈儿有种熟悉感。 男主就大胆地猜测女主用了自己的DNA。 有一天男主独自去木屋,圈儿竟然主动要和男主亲热。 刚开始男主是拒绝的,但是男主控住不了自己的欲望,还是与她发生了关系。 再过了几天后,男主和女主一起来到木屋。 他们在水缸里头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圈儿。 男主和女主把圈儿埋到土里,但没想到的是,圈儿复活并且改变了性别。 而残暴的一面也发展得愈演愈烈,而且又强行与女主发生了关系。 当男主发现时,她拿刀从背后攻击了圈儿。 圈儿残暴地将它扑倒在地。 正在此时,女主拿出一块石头准备杀死圈儿。 就在圈儿抬头的瞬间,阿尔莎心软了,却造成男主的惨死。 这时阿尔莎才决定将石头砸向圈儿。 最终圈儿死了。 阿尔莎也心灰意冷地发现怀上了圈儿的孩子。 最终同意成为实验的一部分。 这个孩子出生后将会如何? 也许这就是科学需要付出的代价。 但是本篇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 世界上不管变换成什么样都是有道德底线的。 人类就是人类,兽类就是兽类。 一旦违背了这个生存法则,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